就这么几秒钟 我就觉得京都最值得去的拉面店一定是他了 这是到目前为止 最让我震撼到一家拉面店了 一走进这个门 我整个人都被震住了 谁能想到它竟然是一家拉面店 它是由跨学科技术人员组成的艺术团体 Chim Labo提供的设计 Chim Labo的很多作品都是被世界各大艺术机构永久收藏 没想到在京都的一个拉面店 能沉浸式的去感受他们的作品 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呢 其实还好 比一般拉面店会稍微的贵一点点 不过需要每人至少点一份拉面和一杯饮料 人均大概是100多一点 结合整个体验感我觉得超值 除了拉面我们还点了一份寿司 这寿司特别棒 用了大量的芥末和剥叶 味道偏刺激 但不是一股脑圈给你 还有层次非常不错 Yuki也点的是Skin面沾着面 你看他吃的那叫一个高兴 所以味道应该差不了 我点的是这个山炊辣维增 这摆爬是真的精致 结合这个环境看着就非常舒服 面的味道是偏刺激的 我这个里面也放了山椒 很对我的胃口 喜欢清淡点的喝一点酱油 或者这个秋枣的 大家发现美 他们家没有叉烧 不光是没有叉烧 他们家没有用到任何动物性的食材 也就是说这是一家素食餐厅 没有用到骨汤 但他们在汤上花了心思 应该不比骨汤少 因为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 基本都是靠自己原创的 而且味道做得非常好 所以这是一家 连在别的任何地方都填不到的餐厅 来京都了一定得去一次